这个少年一不小心被雷批死 竟然被神明送到异世界开火宫 先把老头儿拥给他带一样东西 东野果然选择了带智能手机过去 在上一期结尾中 东野已经收获了一大群妹子 还找到一位不适合的留下的遗产之一 这些遗产是有个悬浮岛 而东野和自己的老婆们找到的 就是空中花园 难道遗产后告诉每个妹子 我以后一定会和你们结婚的 但是现在不行 不过他是先买了几枚订婚戒指送给他们 不愧地送到异世界的隆澳天 连订婚戒都要一买买四个 这天东野和老婆们又去打发魔兽 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升级任务 经过大家的习心协力 两只巨子的命运树人 很快就被拆了个干净 东野他们的冒险等级也提升了 回到自己家大别墅 女部已经准备好了洗澡水 休成过后 东野接到了神明打来的电话 直接通过传送阵去了田亭 神明老头表示 只是想关心一下他最近过的怎么样 东野回答过得非常重实 每天都给老婆们亲亲我我 和用魔力充电 还拥有GPS定位系统 但是维持生活需要花钱 东野和老婆们以接讨伐为生 这时另一位神明恋爱神凑上来 问他为什么不把未婚妻的照片摄成桌面 把喜欢的人摄成桌面 然后看着他傻笑 这只是热恋期的酸甜苦辣呀 罗拉之前看到东野在大街上是这样的 那天东野给未婚妻们买订婚戒指 罗拉帮了个小忙 把妹子们的手指都变光滑了 这样大家都能顺利的戴上戒指 与此同时 东野几个未婚妻正在澡堂里泡澡 及格让人手一个订婚戒指 上面还富有加速传递和储存的魔法 不过未婚妻们也不能容忍 东野G203的往家里带女人 所以他们决定不断变强 成为能够和东野并肩的人 优米娜愿意这么想 可他的国王父亲可不这么想 一面对国王他们俩就被催婚了 东野赶紧解释 自己想等到满18岁的结婚 优米娜自然尊重她的想法 连王妃都在女婿这边 可怜的国王还被自己女儿一拳给揍了 当然和公主结婚也有很多麻烦 要知道有不舍的贵族儿子 早就盯着优米娜了 结果被东野抢先 他们肯定会使她为眼中盯 这样一来 如果东野没有展现出成绩的话 很难被别人认同 她是优米娜的丈夫 而且优米娜是 光和王妃唯一的女儿 东野和她结婚 就相当于成了国王的候选人 那就更得做出实际了 东野开始思考 到底做些什么有余国际的事情 刚好听到旅地的老板 报约客人越来越少 东野灵机一动 用智能手机给他们做了个澡堂子 普通旅馆摇身一变 成了温泉旅馆 由于这些温泉 客人们肯定更加愿意住在这里 为了帮老板打宣传 东野还带着自己的老婆们过来光临 更实的墙上 借着温泉的效用 不仅可以治疗腰疼腿疼 肩膀酸痛 就连中毒后遗症也能治疗 可以让女孩子的皮肤 变得更加光滑 因为娜已经迫不及待 让东野看到自己光滑的肌肤了 但另外三个人多多少还有点矜持 不肯承认自己的小心思 由于娜严身一领 难道你们是抱着不成熟的心态 成为她的未婚妻的吗 九重 艾尔泽和泽灵三个人瞬间就慌了 灵萌表示 他们与东野的心意是千真万确的 四个妹子一开始讨论起 他们是怎么喜欢上东野的 首先艾尔泽 在第一次见到东野的时候 对方就把她当成普通的女孩看待 于是这个少年成功吸引了艾尔泽的注意 从那之后 开始不自觉地关注东野 并逐渐成为了和东野并肩作战的同伴 一开始还要藏起自己的心意 没想到东野大手一挥 说她全都要 这份心意并也不再需要隐藏了 接下来轮到林泽 林泽是一个非常羞涩内敛的女孩子 平时也不太敢跟男孩子说话 但东野对她非常的认真耐心 不知不觉 林泽也把东野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朋友 直到有一天 她在了优米娜出现他们面前 林泽的心开始隐隐作痛 才知道自己怕是追入爱河了 这种心情就叫做吃醋 于是在那个时候 她认清了自己对东野的心意 紧接着轮到了九重 九重是敏锐茶油的东野的本质 觉得这个人只是看着去处事圆滑 但其实如果是为了守护重要之物 她也有能面对困难的坚定 比起为了自己 她更为为了别人而行动 四个女孩她恍然大悟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才会爱上东野呀 最后轮到佑米娜 她就没那么多值得说的事情了 因为她在看到东野的第一眼就知道 这个人未来会是自己的丈夫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 未来没想到 在他们讨论如何爱上东野的时候 女仆西子卡就已经急足现登 想爬到南汤那边去给东野搓背 好在东野早有准备 提醒了围栏上设下了麻痹魔法 本来是为了防止男人偷看女孩子的 结果把自己的女仆给伤了 就在这时 丽恩推卖而弱 大喊着找到巴比伦一记了 看到面前的一群裸体猛男瞬间愣住 丽恩找到的第二座巴比伦一记 位于桑德拉国王 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国家 而巴比伦就在桑德拉南方的拉比沙漠 那里有一处古代一记 一记里埋有了六个摩世的石柱 不过现在那些石柱都被沙漠掩埋了 东野听到之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他本来就对这些所谓的一记不感兴趣 是丽恩一头热的想法的寻找 不过既然已经找到了 他们自然而过去看一下 几个人来到那片沙漠 刚好遇到一只弗类自身的攻击人类 这是一种未知魔物 五千年前曾大量显身 并摧毁了那时的古代王国 以用各种心态 现在遇到这只摇鱼型的 可以在空中飞行 而且攻击力和防御率都相当高 连九重的泰山鸭顶都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多亏东野及时传送回去 看来暂时不能轻举妄动了 最后的只是 对了老熊恩德走了过来 恩德是他上来去买订婚戒指时认识的 当时他用一枚奇怪的银币付钱被商家拒绝了 东野直接帮他付了钱 还是没得冒险者工会为他找了一份工作 没想到他竟然知道弗里兹的存在 还自顾自的说了一句 看来世界的结界也到极限了 很明显 这小子又不少秘密 但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人瞬间闪到了姚玉弗雷泽身上 最后将其直接踩裂 东野眼睁睁看着他们刚刚几个人 都没法应对的弗雷泽 就这么划成碎片散落了下来 而恩德捡起来掉在地上的两个核心 用力一撞 核心也跟着碎力消散 他向东野解释 只需要用和弗雷泽相同的频率震动 将魔法打进去就能将其消灭 总而又问了 他刚刚说的世界的结界是什么 恩德也知无不言 告诉他 是宝贝这个世界不受义无入侵的网子 不过看来似乎出现了裂缝 这些弗雷泽应该是从裂缝里钻进来的 他只是不值一提的小喽喽 他们真正在寻找的是沉睡的王 跟恩德要找的东西是一样的 说了一大堆细思疾恐的话之后 恩德这个冬夜告别瞬间消失了 这些神秘的事 暂时被在冬夜的考虑范围内 反正目光转现了刚刚被救的那群人 其中几个是冒险者 另外在一些人脖子上 在这奴隶项圈 这种项圈只有主任能够拿下来 偏偏他们的主任已经死了 冒险者们得到这件事后 就想协助这些女孩子逃到国外 看看国外又没有人能解除那些项圈 没想到刚到沙漠就被魔物袭击了 幸好被冬夜他们一情人所救 这不是巧了吗 冬夜就能取下那些项圈啊 他直接利用瞬间起误 将女孩子们脖子上的项圈全都取了下来 只是这样依旧不能消除他们奴隶的身份 所以他们还是无法回到桑德拉王国 尤维娜建议 他们可以来自己的贝尔法斯特王国 以公主的名义接纳了他们 大家立刻单膝下跪 向尤维娜表示了感谢 他们就先通过传送门 回到了冬夜家的大别墅 安顿好冒险者和奴隶之后 冬夜刚准备继续回沙漠寻找遗迹 就被莉莉叫住 问这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冬夜解释了一下 雷龙去脉后 拿出了当初那枚银笔 没想到希瑟卡说 这应该是5000多年前铸造出来的 现在早就不用了 这么看来 恩德的身份更加可疑了 至于冬夜为什么知道 那个水晶魔物叫弗雷兹 是因为他之前收到了 巴比伦上造者 巴比伦博士的信息 博士有个可以偷视未来的工具 一直在观察他们 但是某一天 那些名叫弗雷兹的魔物突然出现 并摧毁了他所在的帕尔迪诺 之后博士预测到 世界后一位弗雷兹人灭亡 结果那些东西莫名其妙的消失无踪 不过他们很可能是5000多年前 导致古代文明灭亡的原因 当时博士开发了 对弗雷兹用的决战兵器 虽然开发完仇后 弗雷兹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但那个兵器还留存至今 应该收到在巴比伦的装备库中 希望他们这次找到的 遗迹正是装备库 说话间 几个人再次来到了沙漠 雷人直接出手召唤旋风风暴 将面前的沙子全部卷飞 露出一个大根 坑里进了个大圆球 冬夜的手触摸了些圆球 像他自我介绍 叫海洛赛塔 这里是巴比伦的攻防 得知冬夜已经得到了 空中荒野管理者西斯卡的承认 美洛赛塔却还是要求再测试一下 色彩内容就是擦一下他内裤的颜色 冬夜只好用各种魔法掀起他的裙子 没想到不管是魔法都没有任何用处 这条裙子就像嵌在身上一样纹丝不动 冬夜只能用自己的偷视眼了 万万没想到 一眼看去既然一览无遗 最后不得不说出了正确答案 透明的无色内裤 就这样轻松拿到了工坊的管理权 海洛赛塔也直接能够亲吻记录了冬夜的DNA 开始带他在工坊里四处留待参观 两个人来到了一间空无遗物的房间 海洛赛塔告诉冬夜 这里可以创作出任何工具 或者是生成工具台 是一座万能工厂 冬夜掏出一把枪放在工作台上 让海洛赛塔帮忙测试一下 材料就使用之前拿到的秘营 海洛赛塔先扫完那把枪的构造 接着用秘营进行复制 很快工作台上出现了一把一模一样的秘营枪 不过需要再重新复上魔法事成 而且只要在复制的时 设好数量是能够自动生产的 这样以后冬夜就可以用这里来赚钱了 这时他想起了西塞卡说过对抗弗雷兹的武器 赶紧问海洛赛塔这里有没有 海洛赛塔表示 那个武器的确是在这里制作的 至于在工坊完成后 开发就收紧了装备库 凸致什么的也收到了仓库 所以冬夜想要打败弗雷兹 还需要找到装备库或者仓库重新制作 他就先把其他人给传送了过来 让西塞卡和海洛赛塔把田园的工坊带回来 和贝尔法斯特那边会合 接着他们又回到了冬夜的大秘书 那三位冒险者已经知道了冬夜的真实身份 是公主的未婚夫 请求他人这奴隶在找的工作之间暂时留在这里 冬夜自然是欣然同意 开始考虑安排他们做什么工作 最终决定在工坊生了大量脚踏车 买给一位贸易商 用职业前开了一家读书咖啡厅 请这些女孩子过来当店员 所以冒险者可以留着里做警卫员 咖啡厅在刚开没多久 就积累了不少客人 大家都很愿意在这里读书休息 里面的设备都是冬夜做的 得知这件事后 那位小冒险者很羡慕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魔法适应性 不过他的爷爷都是会无数性魔法 比如可以让触摸上的物体变重之类的 听众也作用不大 但冬夜却告诉他 如果能换种用法 说不定会是最强的魔法 试试完咖啡厅后 就和尤美娜一起回到了冒险者公会 尤美娜也想尽快身为红色冒险者 两个人接了一个讨伐剧情旁式的委托 前代小姐姐知道 冬夜是读书咖啡厅的老板 希望她能预定一套 名叫《强威骑士团》的系列作 这种小事都得在这毫不犹豫通了下来 结果出去之后 采清到尤美娜说 那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总而言 这写的是某国骑士团的故事 以只有男性的前卫骑士团 和只有女性的百合亲卫队之间的 争执为背景 描写的团内恋爱故事 换句话说 里面写的全都是男人和男人谈恋爱 女人和女人谈恋爱 刚好尤美娜认识一本书的作者 那就是 李弗利斯王国第一公主莉莉艾尔 身为后宫王的冬夜 不想在丁制眼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故事了 抱着尤美娜 活速地前去讨发巨型螃蟹 尤美娜形容重复将螃蟹困住 然后跳到螃蟹身上 施展了重力魔法 将螃蟹的体重增进了好几倍 最终对方居住不住倒了下去 这还是冬夜从那个冒险的小男孩身上学到的 两个人会到冒险的工会交任务 冬夜又顺便让陈大小姐姐 帮自己筛选出和薔薇骑士团同类型的人气作品 小姐姐立刻回去告诉了自己的同事们 打下罗里睡了一系列书单 全都满含七色的王者冬夜 为了不辜分他们的期待 冬夜立刻前往利弗利斯王国进货 电源小姐姐活速将那些书找齐 其中《前卫神秘》是这家书店的最后一本了 刚好有另外一个人在找这本书 女孩请求冬夜把这本书让给她 如果可以的话 她会把《前卫七色的全套书》都签上名 原来这小姑娘正是《前卫七色的》的作者 冬夜大吃一惊 原来你就是莉莉艾尔公主殿下 莉莉艾尔大吃一惊 什么 她竟然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直接大赦死 冬夜赶紧说明了自己跟佣米娜的关系 莉莉艾尔一听 佣米娜跟着女孩子 你一个男的怎么和她结婚 你真正的目标该不会是国王陛下吧 冬夜对这个妇女非常无疑 直接在大学见了佣米娜 冬夜工房里复制里本一模一样的强微神秘出来 这样他们就不用再争了 接着冬夜把书带回了咖啡厅 有客人想找一套书却找不到 就为了刚好见了的威尔 但威尔对这些书根本不熟悉 多亏林泽地的写为说明了书的位置 这样威尔有些挫败 冬夜安慰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责 她能做好警卫的工作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且作为她告诉自己重力事情的挥礼 冬夜问威尔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 或是想做的事 威尔就回答她想变强 守护自己想要守护的人 虽肉 其中一个奴隶小姐姐对视了一眼 冬夜瞬间看出来 他们俩真要流水的倾诉 就带威尔去骑士团 请求团长帮忙锻炼她 刚好遇见了结束训练的埃尔泽 两个人一起回旅馆泡了会儿温泉 正在跟老板家的女儿聊天的时候 时尚大王萨纳克先生坐了过来 说已经用冬夜给出的设计 做了一套新衣服 冬夜迫不及地把新衣服拿了过来 然后送给了艾尔泽作为礼物 艾尔泽从来没穿过这么可爱性感的衣服呢 一直有一些妞妞妞妞妞 不敢珍视冬夜 还是因为不习惯高尔鞋差点摔倒 冬夜赶紧上去扶住她 告诉她可以把鞋都换掉 但艾尔泽其实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所以她并不愿意就这么换下来 今天后 冬夜切一切在自家大别墅和未婚妻纪约会 殊不知 莉莉二已经开始爆肝心做了 讲的是一个有万能能力的男人 为了夺取某个国家 将那个国家的骑士公主 还有王子全都拿了后宫 看着插头是那男主 这可不就是冬夜吗 今天冬夜怎么去雷古路帝国禁书 没想到一届王都 就发现是个国家炮火连天 街上的国民都在四处逃算 冬夜随守住了一个 深春愧气的领法青年 青年断断续续告诉她 军部叛变了 希望她把消息带回王宫 冬夜就用回复魔法 帮她治好了伤口 让她躲在一个小房子里 让往王宫赶去 发现走廊上横七竖八地躺了许多人 但她不知道皇家的房间在哪 就利用手机的GPS定位系统 搜索了女孩子 以及想要加害她的人 很快找到了 差点被叛军捅死的公主 冬夜立刻给公主治疗 这个女孩一被动也接触 就连红心跳 直到贴身世卫走了过来 冬夜自我教授是卯仙者 偶然希望传送魔法过来买些东西 后一听 她可以用传送魔法 就仅由她带着皇帝公主 以及皇太子殿下去安全的地方 冬夜让公主瑞西亚 带着自己去找皇帝和皇太子 几个人到了皇帝的寝宫 让她已经倒在了地上 为她之为的 就是叛军受理巴索尔将军 巴索尔想要违背 护不侵犯条约 一口气进攻贝尔法斯特 好家伙 当着东南的面 说要搞得未婚妻的国家 你晓得自求多佛吧 但巴尔祖明显力有王牌 自身体涌现出了庞大的魔力 召唤了恶魔男爵 为了召唤这只恶魔 他将王族所有的 罪犯作为祭品献给了他 至于那庞大的魔力 是因为这个吸魔手镯 可以从他一身上吸取魔力 即便此时此刻 冬夜他们生世的魔力 还在被那个手镯吸收 好在冬夜的魔力 没那么容易就被吸干净 立刻用瞬间取悟 想要嘟走巴索尔的手镯 没想到无事发生 因为这些恶魔的特性 是魔法无效化 巴索尔作为一对契约者 同样有一样的能力 而且有另外一只 防避手镯抵挡物理攻击 意识到自己打不过 冬夜立刻展开传送门 把公主全都带回了 自己的大别墅 零一度之前 还给巴索尔留着个幻影魔法 回去后 冬夜将这事告诉了老婆们 尤美娜听说 隔壁的公主也被救了回来 立刻过来拜访 直接说出了 自己未婚妻的身份 已是主权 因为她一眼就看出来 这小姑娘已爱上了冬夜 并没一次讨厌她 反而觉得 女孩子被自己的未婚夫妻 也是理所应当的 那边冬夜将帝国的事 汇报给了国王 并且说明了 自己打发巴索尔将军的策略 国王一口同意了下来 冬夜则回到了公坊 还从海洛塞塔那里 听说的西摩手镯和防壁手镯 原本都是在巴比伦仓库里的摸道具 没想到会流通到外面 晚上回去后 里弗里斯帝国的国王 已经醒了过来 国王和公主都很感谢冬夜 冬夜安慰他们 自己明天也就能镇压帝国 但是在达到巴索尔将军之前 罗西亚请由冬夜帮忙 找一下他的皇兄 冬夜看了一下 那个脑海中 关于那位皇太子的记忆 万万没想到 竟是一开始 他救了那位鹰发青年 他急于地把公主和国王带回来 结果把太子忘掉了帝国 就利用手机搜寻了一下 太子现在的位置 发现是罗梅洛将军的宅邸 这个罗梅洛将军 是巴索尔将军的反对势力 所以太子现在一个是安全的 于是第二天 冬夜带自己的同伴去了帝国 将巴索尔和其他手下 一个老婆们 自己一个人跑去对付 一个巨大的恶魔男爵 最后大获全胜 现在只剩下巴索尔将军一个人了 冬夜知道魔法和物理输出 对他都没有用 就放出了一大堆乌尼史莱姆 这些史莱姆死后 一个小时就会发出惊人的恶丑 冬夜将他们放在玻璃罩中 随后把巴索尔将军传送了进去 让他独死在那里 承受史莱姆的恶丑 终于一切尘埃落定 国王也重新读回了自己的地活 作为感谢军内瓦斯伊的女儿 路西亚嫁给他 这样也能顺便和贝尔法斯特 王国递结契约 再加上路西亚本人也喜欢冬夜 尤姆纳和其他未婚妻们也同意 这事就这么定下了 甚至都没问冬夜的意见 不过多个老婆谁不喜欢呢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以冬夜信息的身份 同时跟两国公主接亲 说出去肯定会遭到许多贵族反对 于是两国国王伤了一下 冬夜计定从各自领地中 分割一部分让给冬夜 让他建立一个小小的独立国家 这样身为国王的他 自然又有资格别的公主递结婚约 这对冬夜来说白烈恶如意海 所以他一会儿对两位国王的感谢 欣然同意了 并且给自己的国家群为 布伦西日兜公国 开始跟老伴们讨论 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什么样的房子 海洛塞塔就干脆 把大家全都带到了工房里 最终为回其美 一直认为城堡最合适了 刚好帝国那边有了废弃一酒的城堡 可以从那边取材建造新的城堡 三天之后 他们的新家就盖城了 恩德厅日后也过来串门 非常激压于冬夜的平步青云 不愧是从意识节来的龙奥天 紧直的冬夜收到了 贝尔法斯特王国寄来的信 冬夜就回了一趟王宫 贝尔法斯特国王 给他介绍了利弗利斯皇国的王 这位国王也想跟冬夜建交 希望冬夜能带他们看看城堡 随时为了招待这些国王们 冬夜还把城堡再改建了一番 随起码弄点什么娱乐设施之类的 冬夜就把县市的麻将 保龄球 二摩椅之类的全都搬了过来 现在就差警卫问题了 没想到五天街的人者春小姐突然派访 告诉冬夜五天家已经被废除了 四天王协议后 决定所有村人对了布林西尔德 投奔冬夜 冬夜自然是求之不得 立刻把他们进入自己的国家 刚好公国初步建立 正需要人手 大家也是冬夜的老兽人了 四天王也有用之类林地的经验 知道冬夜如何规划 接到招聚商人 不知不觉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国家 出去出行了 这些天冬夜忙得脚步沾地 未婚亲们已经很久没看见他 路西亚就轻手做了便当给他带过来 冬夜一边吃一边称赞路西亚可爱 几天后他们终于招待国王们过来了 几位国王在这里大肆享受了一番 晚上还放了烟花 还得烟花绽放之时 冬夜还嘴马好的订婚戒 就送给了路西亚 这样他们就是名副妻式的未婚夫妻了 今天冬夜和老婆们来到了冰川 据说这里有个被冰封的可疑物体 但我怀疑就是通往巴比伦的传送镇 冬夜一个人从入口跳了下去 果然中年有一个传送镇 他希望这次去的是仓库 将就能好好成功 那个粗心大意的管理员了 虽然之为了十足两起 冬夜来到了第三座巴比伦遗迹 负责管理这座炼金楼的是罗拉 冬夜一天是炼金楼 忍不住一些失望 紧接着目光就被罗拉的讯用波涛毒去 没准的下一秒 罗拉就拉着他的手摸自己的欧派 用这种方式 确认冬夜的确是试认者 所有同样用亲吻 记录了主人的DNA比依罪了全力 冬夜只觉得知道他们的博射脑子有问题 怎么测试方法一个比一个离谱 接着罗拉开始带领冬夜逛炼金楼 这些设施能够制作各种药剂 冬夜就把利恩他们也给带了过来 得知这里不是蒙美朱的读书馆 利恩看起来有些失望 不过里面的设施 倒是对冬夜建立新的布论基尔德公国有用 他们又将练剑楼的另外两座巴比伦一技合并 过去之后 冬夜拿了一批新的书 随手拿起一本飞行魔法书 想要找飞行魔法 找到后开始练习 没过多久就能来去自如 结果一不小心消耗了太多魔力 只能躺在埃尔泽大队上恢复 回报后带埃尔泽一起飞 而他想去这个魔法的初衷 是不是能在于到空中飞行师的 不理姿势和具有战斗的能力 想到这里冬夜又开始练习了 直接在国家上空巡视礼权 发现建好了不少的房子 不知不觉形成了城镇的规模 现在国民还热情给他打招呼 就在这时恋爱神打来了电话 告诉冬夜他马上就有恋爱魔术了 正所谓成家立业成家立业 现在连国家都已经建立了 当然也考虑成家的事情 冬夜他们并没有理会爱神的打趣 不过他们也的确收到了 其中一位岳父的考验 九生的父亲 想要冬夜证明他能保护自己的女儿 没事的女儿这么护着他 竟然不惜自己代替冬夜出战 父亲也只好作罢 即日冬夜和爱尔泽去见了他们的舅舅一家 在这附近有雷熊出没 冬夜几个人却打倒了十几只雷熊 但数量太多了 他应该会在这里斗斗的一些日子 每次在冒险的工会遇到了恩德 冬夜早就有问题想问他了 最重要的是那些弗雷兹到底是什么东西 恩德告诉冬夜 这些家伙并不是这个世界的生命体 他们是为了寻找领导他们的王才来到这里的 会集成人类是因为王的核心 就存在这个世界上某个人类的体内 为了找到那个人类 他们见一个杀一个 五千年前 弗雷兹差点毁灭世界也是这个原因 至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结界突然被修复 弗雷兹无法再进入这个世界 恩德在这协助驱逐圣家的弗雷兹 每次的世界出现了新的裂缝 并且已经出现了终结弗雷兹 想被勾进来的这个世界已经不远了 而他们还在等待王的核心转移到下一个世界 说完后恩德就给冬雷告别 意识到这个世界真的面临危机后 冬雷准备开始着手对抗弗雷兹大军 但现在还没见过当初博士做的那个兵器 为了一下海洛赛塔 想要量产也非常困难 那么首先就要寻找其他医技了 冬雷的召唤兽建议他和炎帝递结契约 炎帝是长官火星的飞翼之王 有了他 冬雷可以去任何地方 还能召唤出数千只飞鸟 冬雷就试图召唤了炎帝 没想到是这么一只漂亮的火鸟 得知了冬雷的事情后 他主动提出可以依他递结契约 接着便召唤自己的郡主就出现情报 最近冬雷一直在处理国事 都没有来他几颗未婚亲们亲热 以至于又没那直接寂寞到爬床了 正反倒的时候 炎帝给他带过来一条情报 说找到了一个完全稀赫的四脚锥 听起来跟一记非常相似 只是距离有些远 那里应该是桑德拉王国的地盘 冬雷打算带巴比顿移动过去 很快他们抵达了一座无人岛 当然虽然没有人 但是有许多魔兽 冬雷的未婚亲们 急行协力打败了那些魔兽 总算找到那座四脚锥 果然是传送阵 而且这一次冬雷的管理员 明显非常不友好 医生里就说他挥大锤 管理员名叫莫妮卡 被冬雷看到内裤后 就果断承认他是失任者 这座一记正是冬雷心念念的仓库 冬雷迫不及得让他带博士 去建的那个兵器 好家伙竟然是高达 不过就算做上去也暂时动不了 因为这东西需要以太叶作为燃料 只有研究所的管理者能做出来 所以冬雷还需要尽快找到研究所 不过拉拉的之后 表示自己也能做 只是效果没那么好 冬雷就让他先做一点 最起码的让高达先动起来 而这座以太叶 需要相当大克的摩石 大克摩石在这个世界 是价值连成的东西 反正冬雷手里是没有的 就用智能手机搜索了一下 没什么的布林西尔德就有一颗 这么立刻回到自己的国家 挖了一大梗毛石 以太叶还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 海洛塞塔就过来检修了一下 虽然没什么问题之后 偷偷拿出了之前做的防针系统 这个系统是用来训练高达的 装置只需要提供摩雷就行 冬雷破不及的作用去体验高达 并且跟莫妮卡实战了一番 赶紧不错后 养其他人也过来练习了一下 然后一个人回到了客厅里 突然一个小姑娘扑到她怀里 小苏敌人也要求成为冬雷的妻子 原来某个国王的第一王子 过来找小苏求婚 小苏不愿意嫁给这种不明不白的男人 更何况他的心早就给了冬雷 管家同样不赞同这枚心事 因为那个沙布王子名声非常不好 还强强命女 而且个人非常独断 如果小苏的国王父亲直接聚聚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两国断交 冬雷就像未婚亲们提出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西斯卡就对这种人渣 还是直接杀了比较痛快 大家开始讨论 到底用什么方法杀了他 人家毕竟是一国王子 冬雷现在也是一国国王 怎么可能说杀就杀呢 只要先买小苏送了回去 自己亲自和那个父亲交受了一番 从国王那里得知 那个蠢王子有宰相做后台 宰相几乎掌握了整个国王里 国王的政权 而王族中比较正常的只剩二王子了 但是二王子的母亲 因为疾病遭到隔离 根本没有能和大王子抵抗的后盾 最后在这时 理念王国的使者先来拜访 国王直接告诉那位使者 自己的女儿已经有了未婚夫 这就是这位布林西尔德公国的 国王冬雁陛下 他说冬雁就是传说中的公王 使者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随后问他是不是真的会使用传送魔法 请他救救自己的母亲 晚晚没想到这位使者就是二王子 他的母亲其实上是被软禁的 父亲在被金氏中无法为逆宰相 于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女儿 小苏的父亲立刻召发了西方同盟紧急会议 想要进入理念王国的国事 废除愚蠢的大王子让二王子继位 其一王国都宣布只是二王子 现在就要考虑如何让宰相垮台了 我们国的把难题推给了冬雁 冬雁只好带着未婚妻们和二王子 一起去了理念王国 二王子需要报告提醒的结果 他们几个人隐身前而亡宫 二王子如实说了小苏与未婚夫的事情 没想到大王子上来只是一巴掌 他有未婚夫 你就不会把他抢过来嘛 人家几个大王子看上的女孩 都会被带上奴隶相权 这样就无法逃脱了 现在他竟然把小苏公主也变成奴隶 冬雁怎么能忍 结果大王子还把主意打到他头上 让二王子出去散布冬雁生性好似的谣言 怎么说呢 好像其实也不是谣言 但九初已经听不下去了 这时大王子对二王子拳打脚踢 他们只好暂时忍下来 等大王子和他母亲离开后 再给二王子治疗 又将那个奴隶女孩带过来解除了响权 当天晚上就潜入了囚禁二王子母亲的塔楼 冬雁远称麻痹的守卫士兵 然后光明正大地坐了进去 母子二人终于团聚 他们又来到暗地里支持二王子的贵族家里 则知二王子终于愿意反抗宰相了 后觉非常欣慰 第二天冬雁又偷偷潜入宰相和大王子商量坏事的房间 这几个人打算直接让国王闯入给大王子 大王子继承王位后就把亲人国王杀掉 殊不知在他们商量坏事的时候 冬雁就在一旁录像 还录到一个惊天大秘密 因为大王子并不是国王的亲生儿子 而是他母亲和宰相的私生子 所以大王子一旦成为国王 这国家就相当于改朝换代了 冬雁将这事告诉了二王子他们之后 就通过传送阵回到了国王那里 把所有事全都跟国王说了一遍 到了国王宣布退位的这一天 魂武百官全都汇聚在大点中 然而国王宣布的下一任国王就是二王子 并直接将他们王室的丑闻说了出来 冬雁也非常配合地亮出了一段录像 这下人争无证俱在 宰相的职位被顺利废除 三个人全都被打入大牢判处了死刑 离念国王也加入了西部同盟 冬雁在这里的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并也成功地又收获了一位未婚妻 虽然他现在只把小苏当妹妹而已 不过没关系 反正来日方长嘛 几天后 他们就一起参加了优米娜哥哥的婚礼 这样冬雁的未婚妻们已经开始期待起来 到时候他们的婚礼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冬雁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巴比伦遗迹 布林希尔的公国也走上了正轨 优米娜提出他们要培养一些感情了 加深互相的了解让大家心灵相通 说到培养感情那自然是要约会 如此择日不如撞日 冬雁干脆带来未婚妻们一起出去玩了 几个未婚妇就能够捡到狮子布 来确定陪在冬雁身边的顺序 首先赢的是路西亚和林泽 两个人一嘴一欧地抱着冬雁的手臂 最爽的当然是冬雁了 左右又扮了个美少女 前世的他想都不敢想 他们先来到一家珠宝店 可在未婚妻们那么喜欢的样子 冬雁套钱跟美人买了一串 接着又到在餐厅用餐 冬雁身边的未婚妻 换成了优米娜和艾尔泽 两个人争相给他投食 真是甜蜜的烦恼 到了下午 准备一起去看戏剧演出 梅西的半路上居然遇到抢劫的 可惜的冬雁几个人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到了傍晚 大家开开心意准备回家 结果还没到家 这在半路上遇到了怒气冲冲的小苏 约会居然不叫他 于是第二天 他独占了冬雁一整天 两人使得布兰西尔的公国逛了一下 国家居民都开心地生活着 这也说明冬雁的治理非常的优秀 为了能让自己的国民能够幸福 冬雁也必须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在这时 罗拉承来通讯说 以太也已经完成 冬雁迫不及待地回去测试 心心念念的高达 不过大家挨个试了一下之后 才轮到冬雁 测试之后 他让海洛赛塔帮忙做了一把 用于弗雷兹结晶制作的武器 因为弗雷兹的身体 越是用魔力攻击 强度越高 所以适合用于做武器了 现在高达也在量产当中 但其中一辆材料 奥里哈罗根所生不多了 冬雁开始考虑在哪能搞到这个材料 如果能有像秘人巨人那样的怪物 有哈里哈罗根是巨人就好了 冬雁就用正能手机搜索了一下 没有的还真有 立刻用滑向魔法飞了过去 在那里遇到了一大群弗雷兹 一个美少女正带着士兵和他们作战 眼看就要被其中一只弗雷兹击中 冬雁立刻挥刀 斩断了弗雷兹的钳子 让美少女帮助居民避难 所有一个人对他们大杀死方 很快就用这些低阶弗雷兹禁术消灭 还帮兽神的居民治疗了一下 刚刚的骑士少女自我介绍 是瑞斯特亚骑士王国第一公主米纳斯 米纳斯自然也听过冬雁的威名 亲眼见过后更加春心懵懂 毕竟一剑就能打倒他们 零食也打不到的魔物 冬雁解释 他只是这些怪物的弱点而已 让他们不用放在心上 随后让一些弗雷兹碎片收了起来 告诉米纳斯 自己那把剑也是用这些碎片做的 米纳斯就对那把剑露出了向往的神色 冬雁随手拿出一把送给他 这是两国交好的信物 和米纳斯他们告别之后 冬雁找到了哈里哈罗根石巨人 将巨人打倒后就收进了戒指里 正准没离开就看到一只鹿 那只鹿引着冬雁发现一个受伤的少女 冬雁立刻对少女设计了高级治愈术 但少女的意识还是不清醒 冬雁被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国家 让罗拉要炼金罗的设施为她治疗 然而少女还是失去了自己有关的所有记忆 冬雁让海洛塞的她帮忙做了一架钢琴 久违地弹了起来 小英也在一边与她合唱 两个人的歌声和情声 很快吸引了冬雁的其他老婆们 大家纷纷要求他们再来一首 就连管家和女仆姐姐也跑了过来 就这样 小英在城堡里暂时生活着 冬雁也回归了普通冒险者的身份 最近出现一种名叫牛神妖童的魔兽 据说护通嘴里吐出花草酷义的毒烟 而且运用魔眼 凡是给这种魔兽对上视线的人 双脚会无法动弹 最终全是画画岩石 已经有十几个冒险者牺牲了 所以前代小姐姐希望冬雁能帮忙讨伐 看她爆炸后 冬雁毫无犹豫同意了下来 其他人听说后也跟着要一起去 冬雁并给每个人准备了一把新武器 随后大家根据地图找到那头魔兽 经过几个人齐心协力的战斗 很快就叫牛神妖童受击杀了 不过路西亚还是一不小心 跟魔兽对上了视线 好在他们讨伐成功 路西亚实际上的石化碎片也开了掉了下去 没想到石化范围竟然还包括衣服 所以她胖子也跟着掉了下去 现在未婚妻赶紧让冬雁背过身去 然而只有他们讨论解决办法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另一只牛神腰童兽 冬雁粗鼓进方和她对视 双腿迅速开始石化 现在赶紧用复苏魔法的石化解除 又大声提醒未婚妻们这里还有一只 这一次她直接给魔兽的眼睛上覆盖一层马赛克 只要挡住视线也不用和她对视了 举其魔手以及不足为惧 最后大家带着战礼品挥到了冒险者公会 冬雁还把那些石化的冒险者们给恢复了 另一边冬雁的高达已经产出了好几台 此外国王听说后也过来要去尝试一下 事故之后就不想下来了 冬雁只好承诺送他们一人一台 毕竟抵抗弗雷兹大军这种事情 需要是个事业所有人的奴隶 提灭后 伟中是冬雁姐姐的恋爱神过来拜访 她是过来吸收冬雁身边的恋爱能量的 紧急着至今的米纳斯公主也过来了 和她一起来的还有骑士王国的先王 也就是米纳斯的爷爷 老伊斯同样听说了冬雁国家有高达才来的 作为骑士王国 竟然是每一位王室都想用善战 先王在见识高达的威力之后 问冬雁这些兵力有何打算 冬雁就说出了弗雷兹的事情 过去的古代文明就是因为弗雷兹被毁灭的 现在的残局可能要重演 所以他要提前准备好对抗的手段 但他并不打算用这些高达去侵略别的国家 如果是讨伐巨兽或者是协助救灾的话 也可以将行出借给同盟国家 老伊斯一面迫不期待地和冬雁 布林希尔德公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 两个人谈正事的时候 米纳斯也开始收养了 看他们的来文立刻过来 书想的是国家最强的见识教授 冬雁被派出了九层驻展 两个人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角逐 最终平分纠色点到位置 米纳斯称赞了一下自己的对手 不然因为他也是七十存的人 结果九层自我介绍 说是冬雁的未婚妻 除了他以外 还有别的好几位公主和冒险者 米纳斯听了之后大惊失色 这时恋爱神突然冒了出来 只要问他是不是喜欢冬雁 如果是的话 根本不用在意他有几位未婚妻 反正他来也扯不拒 于是米纳斯也喜闻乐见 成为了冬雁的第七位未婚妻 恋爱神还把冬雁的未婚妻们召集了起来 让他们讲讲和冬雁的恋爱故事 光是听一听这些故事 他就腰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而米纳斯自我欣然的未婚妻 就问其他人知不知道冬雁的父母在哪里 但是未婚妻们 其实都不太了解冬雁的事情 意识到这一点后 突然开始挫败起来 恋爱神就安慰他们 只是因为冬雁的情况有点复杂 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明说罢了 实际一套他自己会说的 毕竟被雷劈死送到一世界 这种事情也不好意思开口 警觉了恋爱神说 要告诉他们关于冬雁的秘密情报 那就是他年幼时期的初恋 与此同时 冬雁注重打了一个喷嚏 并不知道自己的黑衣室 已经暴露给了所有的未婚妻 只是炎帝告诉冬雁 就找了一座新的遗迹 冬雁刚这么还让未婚妻们一起去 就把他们全都换上了水手服 看起来青春洋溢 直接踩到他的XP系统上 不过没想到这次进入的遗迹 竟然是塔和墙的联合体 管理城墙的中端是这位利欧拉小姐 但是冬雁已经借过了另外九座巴比伦遗迹 利欧拉没有做任何测试 直接同意冬雁成为试任者 所有的他就向了塔的管理人拉诺尔 拉诺尔的要求非常简单 只要有食物和被窝就行 接着两人记录了冬雁的DNA 冬雁只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三个人来到那座塔的面前 这次被称为巴比伦心脏部位的存在 利欧吸收大剧中的魔素 并将其增幅转换为魔力 城墙在这巴比伦防卫系统的中枢 可以展开阻挡物理和魔法攻击的护盾 掌控了城墙和塔的技能后 冬雁将其他人也传送了进来 就在这时 冬雁的召唤兽送来一封信 说是英明年的母亲快生了 众人赶紧回去了贝尔法斯特王国 此时王后已经成功生下一名皇子 国王还让冬雁帮忙取名字 冬雁是一点也不客气 给小王子取名亚马多 这样他们贝尔法斯特王国就有继承人了 国王抱着孩子开开心心回到老婆身边 冬雁也带着女仆和老婆们 去旅馆美美的抛了个澡 接下来还有参加小王子的生日宴会 而炮走的时候 冬雁的未婚亲们也忍不住讨论 他们总有一天也会生下小孩的吧 一来到这个话题 妹子们就开始不好意思起来 莫妮卡就为他们聊的话题告诉了冬雁 他们这些官员都听博士说过冬雁的未来 说他会有九个老婆 还有很多小孩 好家伙 也就是说未来冬雁还会再加两个后宫 刚好在冬雁和女婚争执的时候 未婚亲把炮丸早出来了 他们自然也听到了这件事 但是又能如何呢 他们早就已经接受了 无法独享冬雁这件事 那自然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身边多了一个又一个女人 大家一直要去惩罚冬雁 而惩罚的内容 就是给他们一人一个亲吻来抚平他们的不安 这种好事冬雁竟然还也想逃避 以冬雁还要参加小王子的宴会为借口 非得宴会结束后再履行惩罚 接着大家一起的王宫烤肉 还放了烟花 看到国王一家其乐融融的场景 都也感觉自己好像理解他的心情了 虽然现在他没有孩子 但是他有优美娜这些重要的人 还有这个国家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 他都会保护这些重要的事物 和未婚妻们一起走下去 听完冬雁这句话 有美娜毫不犹豫给他一个吻 刚好被其他人撞见 于是大家一个接一个接吻 冬雁的甜蜜惩罚终于结束 最后大家一直在城墙上看烟花 而女婆们也搬出了一个水晶球 据说这些东西能看到冬雁的未来 而他们看到的是九个美少女 一起穿上婚纱和冬雁结婚的场景 这九个人正是站在冬雁身边的那些 原来恩里和小英也是后宫之一呀